Hello 歡迎來到田宮模型香港的官方YouTube Channel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介紹一下 一些基本電子零件的裝備 以及如何設置這款隨車附送的04S型號的點別 首先和大家一起介紹一下 一架車內我們應該會有的電子零件 首先第一樣 電池 電子變速器 電子零件 負責扭軚的Servo 以及遙控的接收機 最後就是已經在車上的摩托 我們第一樣會先組裝負責扭軚的Servo Servo 組裝的過程中有一點要注意 就是Servo 必須要在開啟的情況下才能組裝 我們會按照說明書 去駁回一些電子零件 Servo 屬於Channel 1 電變屬於Channel 2 然後把電子零件開啟的聲音 然後把電子零件開啟 然後把電子零件開啟的聲音 然後把電子零件開啟的聲音 就會聽到Servo 回中的聲音 因為Servo 這個尺 我們必須要回正中間才能組裝 然後把電子零件開啟的聲音 開啟後 我們就可以跟回說明書 把Servo 組合在它應該的角度 之後才把螺絲放回螺絲 然後把電子零件開啟 好 我覺得它動作順不順暢 動作沒問題 我們就可以把Servo組裝在車架上 好 好 好 在裝備這個電子變速上 上面我們會先做一些薄線 我們做薄線的時候 尤其是馬達會看到有三條線 橙色、黃色、藍色 一般我們在有刷馬達上面 只會用到黃色和藍色 這支電扁會是兩用的 可以留待後升級無刷電扁的時候 才會用到橙色線 以及多一個感應器的插頭 我們這裡就可以對上線 把它薄薄 插好所有鮮 首先在將電子零件貼在車底前 先做一次測試 身體 看軚盤 油門 這個時候可以看油門和鈦盤 會不會有相反的情況出現 如果有的話 我們可以在遙控上面 下面會看到Reverse的設定 去改變這個設定 先假設 遙控器 剛剛好 有時會有幾次 炒天 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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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